有一个人 去闻声 就是刺青 他身上刺来 因为他很尊敬这个唐三藏 所以他在身上闻了一个唐声 唐三藏 唐声 结果闻好了以后 第一天他就全就丢掉了 第二天他就创车子 第三天被他的单位开除了 于是他到山上 找一个高僧算命 高僧算完以后 就讲了一句话 你回家等吧 这个人问 我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下破解的方法 破解 讲一些破解 我这些灾难的方法 为什么叫我回家等 这位高僧讲 你闻声刺青 什么都可以闻 就是不能闻唐声 他问说 他问说为什么 因为唐声 他在西游记里面 有九九八十一个灾难 你现在才三个灾难而已 回去好好等 回去好好等 我说 你不能添 akan 我说 你为什么不够 还有一天 我说 你不是